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永远不要忘了 在你的最内心底 是纯净纯善的 因为之前傻吧 我听到一个笑话 其实是那谁讲的 是有一次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然后吴宗憲讲的一个冷笑话 就是一个小企鹅跑去问妈妈 妈妈妈妈我真的是一只企鹅吗 妈妈说孩子你是啊 后来小企鹅又跑去问爸爸 爸爸爸爸我真的是一只企鹅吗 然后爸爸说是啊你是啊 小企鹅又跑去问爷爷 爷爷爷爷我真的是一只企鹅吗 爷爷爷说是啊孩子你就是一只企鹅 你是一只如假包换的企鹅呀 然后小企鹅又跑去问奶奶 说奶奶奶奶我真的是一只企鹅吗 然后奶奶说 是的孩子你是一只如假包换的企鹅呀 你为什么这么问奶奶奶 然后小企鹅说 然后小企鹅说 因为我觉得好冷啊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冷呢 所以你看 其实有的时候呢 其实有的时候呢 即使呢 你的内心底最深处是纯净纯善的 可有的时候呢 你发挥不到它 也感受不到它 但是你不能忘了 它就在那 它是真实存在 有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吧 我会觉得说 我自己不是一个好 那么好的人 有时候会有不好的想法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问 就前两天 我还在想 嗯 因为佛家说嘛 人人本来是佛 我真想说 我真的是个佛吗 嗯 这真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佛吗 其实是的 只是你 你想到别的事情 你忘了这个了 所以呢 永远呢 都去想 存净存善的东西 不要去focus到别的事情 那就是染污 加油